看這一幅畫 這一幅畫是青山峻里 我們看一下整個的畫面 有松 有岩石 有雲霧中矗立的山 在後面還有不一樣的山的結構 有流水流下來 就像一個活動的流水一直流下來 這個地方是靜景 靜景一般我們都會用比較深的顏色 你看看這個松樹也有深淺 它的深一點的就是照不到陽光的 這個地方就是可以照得到陽光的 所以它就會比較亮一點 這個松樹的姿態可以說是滿美的 有高有低 而且還有兩邊長出來很是優雅 這樣子 這個松樹姿態非常分美 好像會跳舞的松樹一樣 我們再看這個峭壁 這邊也有峭壁 講這個好了 這個峭壁試在原物中 你會感覺到它好勇敢 一整天都坐在高山看著這些其他的樹木 這邊也有松 各位如果你眼間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松葉的畫畫 和這邊松葉的畫畫 是不太一樣的 技場上來講的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畫畫 這種這兩邊的松葉的畫畫 跟這個是有一點點差別的 再看 你看它的松的姿態也都很好 再看 這個地方 因為比較遠距離 這個是近的這個是遠的 所以它會比較模糊 整個的樹木都變模糊了 甚至於山慢慢的也看不到 山的鏡頭也不曉得是在哪裡 你看這個地方變成很模糊的樹和草 這整圖來講 我是要想要表現就是說 這個雲霧中 在這個雲霧中的那種感覺 我們在畫雲霧的時候 也是有技巧的 你看這個山頭一直到這邊是雲霧 在這個山腳的部分 這地方都有特別的 它會稍微深邃一點點的那種地方 所以要把它表現出來 它好像裡面還會長到底下 好 這一個你不要看看 這是一點點 是這一條線的延伸 也就是說這個山領 山是很高很高的 從底下一直到這邊 這個就是可以看出 所以這一幅在整個很瀟灑的 把這個鏡景畫得很有層次 顏色的布局也都有很多的變化 也算是山水畫中 也算是蠻標準的一幅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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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